因为在国际法之下来说 如果没有多少国家承认这个国家的话 这个国家来说 就得不到国际的承认 就很难跟别人交往 很难叫别人的资金解冻 也很难叫中国在你那里大幅度投资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塔利班 大家很关心你 我上次已经讲过政局是不稳的 现在事实证明政局是超不稳 今天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个政局会超不稳呢 我们的题目就好意已经点了题了 塔利班派系多所以政局不稳 而国际就寄望中国出手 首先塔利班其实有很多派系 你看他的名字就已经知道了 他是叫做阿富汗伊斯兰游长国 伊斯兰当然就是一个宗教的明清 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分析 伊斯兰里面分开信尼派、习业派 其实是千年的斗争 这个就是导致其中一个不稳 不过今天我们来看看他的游长国 阿富汗有千年的历史 其实有很多的部落 上一次我们都讲过 阿富汗有十四个民族 最大的叫普习陶族 第二个就是塔吉克族 塔吉克其实是一个中亚国家的名字 即是说附近很多国家都有部落 都有部族 其实是在阿富汗里面的 这些部落来说 有很多是用尤长的方式 尤长就是领袖 这些部落彼此之间又有互相仇杀 所以一定有军阀 军阀代表那个部落 有军就我说到事 你军多炮拖 你说多些事 再加上宗教不同的势力 其实在中东来说 不是只有伊斯兰教的 伊斯兰教里面有很多小的派系 还有基督教还有天主教 这些宗教之间又不是很对的 还有就是黑帮的势力 阿富汗有很多的黑帮 这些黑帮来说从事贩卖毒品 甚至是绑架 就是我们香港人叫做飙心 我上次不是说过 有个叫做阿卡尼网络 他的头 他的家族就是从事这些活动的 黑帮网络是遍全世界 十年前有何者研究过 黑帮网络的经济 占全球的GDP 你知不知有多少呢 15到20个百分点 在说多少呢 数以万亿计是黑帮那里的 巴西 阿根廷很多这些地方 这些黑帮之间是互相协助的 赚钱而已 钱不会太多 所以黑帮在阿富汗其实是很厉害的 还有一件事今天特别要提的 就是伊斯兰国的幽灵战士 什么叫伊斯兰国 ISIS大家记不记得 七八年前他们还有一支黑旗军 大家想就想到 这些黑旗军就是有很多恐怖分子 是全世界都去的 受训的 之后美国俄罗斯就打垮了IS 他们就四散了 变成一些幽灵的恐怖分子 叫做幽灵战士 今次IS怎么说呢 塔利班你出卖了我们这些性战士 以前我们在你那里受训的 又不可不知 阿富汗就有所谓恐怖训练的大本营 大家听都没有听过 因为这个国家塔利班本来是恐怖分子 他们就是性战士 他们也主持一些恐怖训练 记不记得 盖达拉登就是在阿富汗生活 在那里挑起美国的仇恨 所以美国在2001年徽军进去阿富汗 是这样的 现在这些幽灵战士就说 你出卖我们 我们就当你是敌人 他已经公开说了 大家想想 他政局不稳 如果加上IS的幽灵战士 这些人来说很多是孤狼式 所以最近大家知道他机场上 有追击手打中他一个阿富汗的保安 美军和西德的军队又还火 那个我自己估计是试探性的 让你那些军用运输机 C-17运输机 飞飞下的时候 开一枪打你不定 火箭炮打你不定 最严重的一个兼托式地对空 碰一声 你的飞机空中爆炸 不单止整个中东震散 全世界都为之一震 这种可能性会不会出现呢 我不敢说 大家都很担心 因为现在塔利班都很紧张 已经说明了 你不快些撤退你的僑民 我只是给你时间 是31日 这个月8月31日 现在拜登和西方的领袖 已经赢赢了 我们不能撤 我们可能会拖场 塔利班已经下转了 我不会再给你时间 你好自为之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 你说阿富汗会否正局稳 难 还有 一个国家的管治 你猜只是靠游长 靠游击队 靠军队 有政府的 所以阿富汗 现在塔利班 就想招立当日的政府 上一任卡尼 再上一任总统拉尔萨伊 他们的公务员 希望这些公务员 可以安心做事 但是很多公务员就不放心 因为他们觉得塔利班做事是政教合一 他们是要依照可兰经 依照真主的性分 还要依照塔利班 就是神学士 他们委员会 对政治的解释来到行事 政府是要这样管治的 所以现在一个十二人委员会 很多公务员都不知道那些是想怎样 你招立不了公务员去管理 很多政策 很多具体的事情去执行的话 就是靠用枪指着那些人去做 那是不行的 所以你说他能不能稳定呢 因为这一场战争 这么短时间 对方兵霸如山倒 其实塔利班自己都还没准备 他都在构思国家的管治 所以又更加添上了不稳定的政局 再加上西方主要是美国英国这些国家 他虽然被迫撤军 但是他冻结了阿富汗的资金 在美国他们已经公开说了 有750亿港元已经冻结了你 然后IMF国际货币基金会 够响了 其实总部都是华盛顿的 其实背后都是美国人 他就说你的特别提款权 我都冻结了你 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政府 究竟是否能够成立 有没有国家承认你 所以有没有钱 有没有公务员的合作 只是靠战事呢 那是不行的 现在西方就想一下中国 不如你出手吧 现在我们中国的态度就是说 希望阿富汗局势能够稳定 希望塔利班能够顺手承诺 不要让那些东伊云的战士 脱入我们国家 在新疆那里搞乱 如果他能够顺手承诺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和他有进一步的交往 加上我们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无论是华春莹也好赵立坚也好 对阿富汗的评价 都是比较正面 都说塔利班应该是吸取了过去的教训 变得是比较理性 所以我们愿意和他沟通 但中国也是在观察 那中国为什么会和他在交往上 很多人都期望呢 连英国的外相 就是南通文都说 我和中国谈一下 虽然中英关系紧张 我其实也不是很舒服的 不过没办法 现在要靠中国 中国为什么会和阿富汗 有这样的比较好的关系呢 我曾经说过 看地图识大局 因为在大湖形的不稳定范围里面来说 附近几个国家 其实和阿富汗都有这样那样的仇口 俄罗斯我不需要多说 1979年 徽军进去和阿富汗打起上位 很多反抗军在中国的支持之下 美国的支持之下和苏联的军队打 而伊朗亦都虎视眈眈 这个是阿富汗 加上巴基斯坦印度 还有土耳其 这些国家都是想在这里 有一个主导权 可以作主 这些叫做地区的霸主 为了是中国一向的外交政策就是说 我不会干涉别国的内政 我们叫做和平共存的五行原则 所以一向我们和阿富汗的关系都是比较好 十年前我们其实是得到阿富汗的要求 美国也暗许不如我们去那里投资 帮他们建一些小的水库 建一些公路 是吧 改善一下机场的设施 这些基本民生的东西一定要做 他找不到国家 我们中国真的去那里投资 所以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就觉得 中国和阿富汗的关系比较好 俄国和阿富汗的关系比较紧张 不如就靠中国帮我们出手 这里跟大家讲个小小故事 原来中美合作曾经帮过阿富汗 阿富汗是很感激的 为何这么说 1979年苏联的军队入侵阿富汗 美国觉得不行了 就要协助阿富汗的反抗军和俄国对抗 所以就征得中国的同意 是邓小平亲自认同 邓大人就说 OK 如果你派军队就不行 但是你如果有军火 你也可以设立人造卫星间谍监察 提供苏联军队的踪影 告诉阿富汗 在中美合作之下 竟然在中国新疆的走廊设立 是间谍卫星的监察站 得到邓小平的同意 经过这段时间之后 阿富汗终于经过了十年 就在中美合作 和塔利班的对抗之下 赶走了苏联 对苏联很不高兴 但是阿富汗很多人 就很感激我们中国 所以这种背景 现在西方就说 你中国你应该出手 那我们中国会怎样做呢 那我相信 就会是看定些之后 阿富汗真是 这个国家已经是建立了 那北部那些反抗军的战争 都受控了 那最重要 就要看一看周边几个大国 就是刚才我所说 就是伊朗、印度、巴基斯坦 加上俄罗斯 这几个国家 究竟是否能够承认 阿富汗 这个新的伊斯兰游长国 如果这几个大国 地区大国都愿意承认的话 我想中国也会一起 确认阿富汗、伊斯兰游长国 是有它的地位在这里 那我们承认它 承认它之后 后面的发展就很好 因为在国际法之下来说 如果没有几个国家承认这个国家的话 这个国家来说 就得不到国际的承认 就很难跟人家交往 很难叫人家资金解冻 也很难叫中国在那里大幅度投资 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说 在这样的派系斗争之下 政局又不稳 人才它又能不能够研揽得到 如果各国叫中国去协助 这件事就比较复杂一些 因为在现在的环境之下 这个中东的政治势力的平衡打破了 但是新的政局又未能够建立 平衡又未能够建立 一个空枪期是最危险的 所以这几天真的要看看 有没有我刚才所说的 一些幽灵战士的襲击 真的会引起整个中东的局势巨变 这个我下次再跟大家说 大家一定要看我的节目